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揭秘李前总统的就义SOP 只要随身护士 透过无线电呼喊代号 随护听到代号 会立刻网上抽 背车打给消防局 发出求救讯号 同步通知李登辉的主治医师 陈云亮 就是他有感染到肺炎 那因为他那个是 那个时候是属于肺浸润的状态 今年二月元宵节 李登辉喝牛奶呛到 担心引发肺炎 护理师呼喊代号 安全人员背车 救护车一到 医师救护士跟随身护理师 确认没问题才搬动李登辉 在救护车上 立刻跟陈云亮通上话 由他判定召集哪些医师 并且准备床位 我说讲理 欢迎自己 欢迎 李登辉已经有将近一年 没在公开场合露面 都是由探视的人剖出照片 因为他曾经离癌 有心脏 糖尿等疾病 医疗团队也始终不敢大意 就是要确保李登辉身体 出现状况时 能获得最及时的医疗救治 三立宣的小语之朱素军 台北报道 台北报道